YES!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在野貌英雄站穩大聯盟之後 日本開始陸續有選手在棒球的最高殿堂發光發熱 而縱觀21世紀初甚至截至是目前為止 在大聯盟成就最高的野手就屬於木伊朗和松井秀喜莫屬了 今天我受到專做MLB主題的頻道生皮C5度的邀請 一起來介紹松井秀喜這位傳奇球星的生涯 其實我之前就有想過要做松井秀喜的影片 但他的職業生涯和事蹟資訊量實在是太爆炸了 所以只好先暫緩 而在接到這個邀請後我當然是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我會介紹他的學生時期和獨賣軍人隊時期 想了解他在MLB時的事蹟 還請看完後移駕到生皮C5度的頻道觀看 那我們直接進主題 松井秀喜 日文名松井秀喜 1974年於石川縣出身 188公分95公斤 是一名右頭左打的球員 在日值10年的生涯累積1268場的初賽 1390隻安打 332隻全雷打 889分打點 有著3x04打擊率 OPS0.996 我們所熟知的松井秀喜 有著庫斯拉這麼一個響亮的綽號 雖然這個綽號是他在高中時才開始廣為人知的 但松井也是有著和這個綽號相似的童年 他從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比一般的新生兒大了不少 到了3歲進到幼兒園就讀時 幼兒園老師一看驚訝說 這根本是8歲的體型吧 這樣限定的優勢讓松井從小就完全展現出他的運動天賦 從小就比同年齡層小朋友高一個頭的他 也有著柔到黑帶的身手 並且拿下過地方大會的優勝 甚至他也還拿過相撲大會的冠軍 不過你知道嗎? 這樣的他小時候竟然還學過鋼琴 想像一下 松井在家裡練鋼琴的樣子 呵呵 當時有著許多興趣的松井並沒有把棒球放在第一位 他雖然從小1就開始接觸軟式棒球 但因為他驚人的體格在小1就加入小3等級的球隊 心知上還沒發展到那個階段 讓他沒有辦法充分理解教練的指令 最後退出了球隊 松井爸雖然不斷的勸他繼續打棒球 但因為當時的陰影太大被拒絕了 最後是受到了哥哥的影響 松井才在小5從此手套與球棒 並且在這時開始有了想成為職棒選手的想法 上了國中後的松井這時候已經長到了170公分95公斤 並且成為了隊上最強的打者 不僅在國中就能打出飛行距離超過130公尺的飛球 還常常把軟式棒球直接給打爆 沒錯 打爆 這也讓學校要不斷的撥經費購買新球 他在國中時就打出了通算6成以上的打擊率 因為這樣的怪力表現讓松井從國中開始 比賽時就常常遭到對手的競圓保送 曾經在一場比賽中 松井因為被競圓太多次而感到非常的生氣 時任監督高商御充教練看到他生氣後直接給了他一巴掌 而這一掌也徹底改變了松井對棒球的態度 國中畢業後松井受到了高商教練的推薦 進到了教練的母校心靈高校就讀 在國中還是擔任投手的松井進到高中後開始專心於打擊 在隊長主要擔任一壘手和三壘手 他從高中入學前的練習賽起就開始擔任對上的四棒打者 而開始有了北路的怪童、心靈恐怖的一年生四番等綽號 但松井在高一時的甲子圓首戰卻是三個打席沒有安打 而球隊也因此敗退了 這次松井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甲子圓大會上感到挫敗 松井平常時的表現還是成為了那個是在最可怕的打者 到了高三時 怪物這種稱號已經不夠看 直接具現化出了庫斯拉這個稱號了 起初松井不是太喜歡這個綽號想要一個可愛一點的 但最後還是成了跟著他一輩子的綽號 到了高三時的村甲 他創下了連兩打席拳雷打和單場七打點的紀錄 並且連續兩場比賽都出現拳雷打 由於有著這種已經完全超出高中成績的打擊實力 那年的夏季甲子園第二站對戰明德藝俗高校時 松井連續五個打席都遭到了禁圓寶送 最終心靈高校也因此敗下陣來 這個事件在球界也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這種勝利至上主義的做法 是否適合存在學生棒球間開始被廣為討論 最後甚至高野蓮還得出來開記者會說明 當時明德藝俗高校的總教練說法是 他在看了心靈高校的練球後 認為根本有個職業選手混在高中生的比賽裡面才出實下策 而當時還在擔任球評的栗三因素說道 松井被塑造成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巨星其實並不擔心他 比較擔心投訴五個保送的投手和擔任五棒的越岩信成 當時越岩信成扮演掩護松井的打者 卻在五個打數沒有擊出任何安打 想必一定承受了莫大的壓力 而最終越岩信成在打完那界下甲之後便退出了球隊 而投手合野合陽則在大學畢業後加入了社會人球隊 在高中有著通算4成5打擊率和60隻拳雷打的松井 當然也成了當年職棒選秀最熱門的人選 他同時被巨人、板神、大龍和中日四隻球隊指名 最終有巨人隊抽到了交涉權 以簽約金1億2000萬日元、年薪720萬日元加盟獨賣巨人隊 其實松井當時是一心想要加入板神的 被巨人抽到後其實才是一臉大便 最後在時任總教練長島茂雄監督的親自勸說下才打動了松井 於是頂著最強高中生名號的松井 進到職棒後長島茂雄監督開始了松井的1000日養成計畫 他計畫要用三年的時間把松井訓練成一個主以代表日本職棒的選手 這個計畫的第一步是先將松井從三壘轉到外野 隨後在每次賽前松井都會受到長島的1對1打擊特訓 即使是在遠征的移動日也要在飯店裡的房間進行特訓 到後來長島光聽松井的揮棒聲音就能知道他今天打擊狀況的好壞 職棒首年的松井從春訓開始就成為所有媒體追逐的焦點 他在練打時就不斷地把球打出牆外 而且很多都是飛行距離超過150公尺的大號拳雷打 但是到了熱身賽松井見識到了所謂職業投手 不是吃素的啊 整個熱身賽打擊率只有不到1成的0.094 於是在開幕前就被下放到二軍磨練 身為天才的松井在二軍很快就找到了調整的方法 12場比賽攪出了3x75打擊率和4隻拳雷打的成績 馬上在5月1號就被叫回一軍 並且很快的在一軍的第二場比賽就敲出了生涯手轟 最終松井的新人連流下了2x23打擊率 11隻拳雷打和27分打電的成績 11隻拳雷打破了央聯高中B.A.新人最多拳雷打的紀錄 隔年1994年球季 松井在開幕戰就用單場雙翔炮開啟了他的記錄之旅 他也在這年首度入選了明星賽 更成為了央聯明星賽史上最年薪的4棒打者 這年的央聯也出現了一場10月8號決戰的經典戰役 巨人和終日兩隊在季賽的最後一場比賽前 都是69勝60敗零合的戰績 而剩下的最後一場也正好是兩隊的對戰 由於當時是沒有季後賽制度的 所以這一戰將決定誰能奪下央聯冠軍並爭奪日本一 這時年僅20歲的松井也在這場極為重要的比賽上 集出了一支陽春炮為球隊增加保險分 後面和C5的日本大賽上也有拳雷打的表現 整個系列賽貢獻了2成4打擊率 一支拳雷打和2分打點 最終巨人隊以4比2擊敗C5拿下這年的優勝 隔年松井依舊表現穩定 並且開始在季中擔任球隊的4棒 從這年他開始全球出賽 並且連續兩年打出超過20轟 更首次入選了最佳9人 球技結束後維持3年的千日計畫結束 1996年球技 松井果正成為了足以代表日本職棒的選手 他攪出了3x14打擊率38隻拳雷打99分打點OPS1.023的可怕成績 他在球技7、8月連續拿下越劍MVP 帶領巨人隊從原本和廣島有著11場勝差 一路大逆轉拿下央連冠軍 最終松井也首次拿下央連的季賽MVP 正點球技還有另外兩個有趣的事蹟 在球技的最後一場比賽 三級武士以一隻拳雷打領先大風泰昭和松井 松井監督為了想幫松井拿到拳雷打王 在最終戰面對中日時還特別將他排在1棒 結果卻連續四個打擊招到禁元寶宋 無緣爭奪全雷打王 第二是創下了對戰同一投手最多全雷打的紀錄 松井在對戰齋藤龍的25個打數中集出了7隻的安打 而這7隻全部都是全雷打 是說當年的齋藤龍可是三陣王耶 到了1997年球技 俊人隊從自由球員市場簽下了番長清源和伯 他和松井組成了赫赫有名的MK炮 又稱555炮 兩人合計打出了69隻的全雷打 成了當時央連投手最不想面對的忠心打者 而這年松井打出了37轟 落後給養樂多隊的洋將Jose38隻 連續兩年以一隻插5元全雷打王 1998年球技 松井因為膝蓋上市的困擾 開技就扛下4棒位置卻持續打不出成績 整個3、4月只有集出2隻全雷打 但到了5月後開始激起直追 最終球技結束時 以34隻全雷打和100分的打點 終於奪下全雷打和打點的雙冠王 1999年球技 松井依舊維持著可怕的打擊能力 先是達成了生涯的200轟 並且首次單季打出超過40隻全雷打 在這之前有日本本土選手打出40轟以上 已經是10年前的落合博滿了 到了2000年球技 在日本球界已經是超級巨星的松井 示範了什麼叫做還要再更偉大 先是創了繼1950年穿上折制以來 再度有人全適合擔任巨人隊的示範 總計3x16打擊率42隻全雷打 108分打點 再次奪下全雷打和打點王 並且首次拿下了金手套獎 冠軍賽上以3x81的打擊率 3隻全雷打和8分打點的表現 帶領巨人隊蘇俄銀士大逆轉奪冠 一舉拿下了日本大賽和央聯的MVP 更在球技結束後拿到了最高殊榮的正利松太郎賞 隨後被球團加薪至當時最高的5億日圓 2001年球技 松井達成了連續1000場的初賽紀錄 並且以3x33打擊率首次拿下打擊王 可以說是從加入職棒開始就沒有低潮過的松井 在2002年球技結束後將取得海外自由球員的資格 巨人隊也非常積極地端出了5年50億日圓的合約想要留住松井 但這時松井還在考慮是否要挑戰大聯盟 於是他和巨人隊續簽了當時創新高的1年6億1000萬日圓的合約 在2002年球技開始前 松井喊出了球技的目標是三光王和日本一 而他也幾乎完美地達成了這個目標 他成了日子史上第8位單季50轟以上的打者 並從黑田博树手中打出了生涯的第三百轟 整個球技打出了50轟和107分打點 再次拿下了全雷打和打點雙冠王 而且這季的長打率是下10人的6x92 OPS也高達1.153 最終松井三度拿下了楊連的MVP 這樣堪稱完美的成績也帶領巨人隊的戰績一路獨走 到了日本大賽 面對到的是另一個松井核彈頭 還有敲出55轟拿下楊連MVP的白卡布 以及松阪大福、西口文野還有張志甲等人領軍的C5師 結果C5完全沒有辦法突破巨人的4名先發投手 幾乎是連4場都以大比分輸球 在系列賽4比0被橫掃 而達到人生最高峰的松井這時也面臨了最重大的抉擇 日本大賽開始前 球團就派出了當時的總教練原成德 還有球團代表以及恩師長島茂雄 前往勸說松井留下 在經過日本大賽期間的思考後 松井在比賽奪冠的隔天隨即宣布行使海外FA資格前進大聯盟 當時松井說了這是個非常難的決定 而且不管說什麼一定都會有人把他當作叛徒 但他為了不想讓自己後悔 並想到未來能對自己說 當初有選擇這麼做真是太好了 於是最終選擇前往美國打球 松井的日子生涯幾乎是年年都在巔峰 介紹起來特別瑣碎 不想每年都念成績 但跳過的話又覺得很可惜 有看到這邊的觀眾先感謝你們的耐心 有關到美國之後的故事 還請移駕到生皮C5度的頻道繼續觀看 和我不同的是 他們比較常用一些科學數據來探討棒球事件 用不同的觀點看棒球也是非常有趣的 同樣也有在關注大聯盟的朋友 也別忘了訂閱他們的頻道喔 最後補充一個有關松井的小故事 先前介紹過的阿布聖日柱、秋山翔武 還有著名的打擊之城林木伊朗 都有著一段受到建議而改練佐打的故事 而松井的佐打由來有著兩種版本 第一種是因為仰木板神的掛布雅致而改練佐打的 另一種是因為小時候的松井實在是太強了 在跟童年齡小朋友打球的時候 都被要求用佐打才公平點 於是這名佐打巨砲就這麼誕生了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去看下集還有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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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